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这条政论 我旁边这位 其实是一个很平庸的婆婆 没什么贬义的 她是个婆婆 好像七十几岁 在美国来说 这些是徐嘉莉 香港也看到这些老人家 她去到中国 被人一个惊讶 她都是一个普通的老人家的婆婆 下机的时候一个人 背着袋子 没什么架势 没什么拍头 你那些人来见她都没什么所谓 招待她去广东省和省长 今天见过几次黄伟宗会谈 和省长聊天 何立峰 副总理 她也一轮嘴 如常地把美国的政策都说出来 那我们怎么看这件事呢 她刚刚就是中国 香港已经通过了23条了 时间都刚刚好 过了一两个星期就去了 就是不会尴尬了 是吧 她也都已经说了 不会制裁了 或者会限制那些人去 去美国那些签证 就是温和到不幸 着着着都摆出这个友好姿态 照计应该习近平 老共这边应该很牙策才是的 你看看 这样 那头香港讲这么多东西 那头她来拗生意 先薪万苦 来拗生意 说了很官方的东西 但是好像是很什么 我们绝对 我不会 我们总统先生都不会 没有想着和你们坚决反对 应该和美国和中国脱勾这样 那说就好像很漂亮了 那你完全呢 就是你在外交战 他是很聪明的 比他去广州吃东西 公关宣传做出来很亲民 那我想呢 出之入又整个普通的大妈 阿婆 那对一般中国人来说 又不是这样的吗 这个不少东西来说 领导人来说 这么普通的 那这些呢 看他们来说 可能都是一种很好的外宣 心战 对中国人的 但是呢 无论如何 中国人关心 就是中国这边关心 就是那些贸易又怎样呢 那完全是多鱼的 为什么呢 比如就是这阵 就是有两个重要人物 雷蒙多 商务这个 就是商务部部长雷蒙多 某谈判代表戴奇 这两个都是鹰派来的嘛 就在欧洲鼓动呢 我想冲去荷兰那里不要卖光级机给他呀 就是那些芯片 采取所有对立的政策 制裁人 那你说什么不同人挂 我不跟你脱钠 不过我的盟友呀 或者我 那他自己那些高科技那些东西 全部不出口了 那条名单越来越长了 是不是呢 就是小邪春那么长 那些制裁名单 那你算不算是挂脱钩呢 不是脱钩我制裁你这些 我为了保护我的利益 保护你的利益就是保护你的利益 就是保护你中方的利益啦 所以这些东西是很危险的 那我只能够说呢 拜登政府呢 如果你和他丢了几年都还不明白他呢 他表面是很漂亮的 讲到 因为他应付所有东西的可以 比如 美国有些华尔街那些 最近去见的习近平一大堆 就是喜欢金融财务去中国挖金那些人 被你美国政府这么搞 他们找不到钱的嘛 那他们那些呢 他又要应付 所以我们不是跟他什么啊 表面上都好像很漂亮的 跟我们关系好 但是实质的东西呢 就是寸步不扬 寸步不扬 那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 老实说 中共知不知道呢 不知道就蠢啦 知道的 但是知道也好啦 都要虚与蛇位 是不是呢 跪地位置啦 看见份上 那去到还有几天会不会见习老大呢 是吧 就是或者是见 我想见不见都分别不大 但是可能最终都要见 是吧 等于麦英九去到 他见不见他呢 可能都是会见的 似乎都是见的 那习近平一大堆做什么呢 怎么这么下气低声呢 应该好好给他面识看 扫他走就对了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耶伦 审他说的什么 就是呢 基本上他强调两点 第一不会断钩啦 但是呢 就指你的光电电池产品涌向全球 是不是呢 不经济不健康啊 是吧 然后就说呢 你们有个产能过剩的问题 中国 这样呢 会有风险 对我们来说 那是怎样呢 就是说呢 你那些东西就不要卖过来了 所以是对我们有危险 那这个就是保护主义了 其实他说了 我们继续的了 保护主义 是吧 你是弄那么多车啊 来到我们那里呢 就造成一个消极的伤害 那你的车也不行啦 那些电能板也不行啦 淘宝也不行啦 不是什么不行啊 太便宜了啊 那我们在我们自由经济 美国是自由经济最大的 那你很欢迎竞争啊 不是的啊 你影响到他 他就说不要竞争了 你不要来啦 那他全部都是卡这样卡那样啦 禁这样禁那样啦 全部都是保护主义来的 那当然你知道 所谓自由竞争 就是自由贸易那些呢 对他有利就是自由贸易 那些呢 对他没有利就不自由贸易 那但是 我不是帮哪一面啊 我是不是指责美国呢 比如郭文威仙 包括双重标准 多重标准的啊 那你又要跟他交叉 那照格你就是什么咯 那有没有争取香港的货去多些美国呢 那些呢 或者怎么样 那些也不会啊 那对香港政策 当然就已经是不理啦 香港 那我们当然也不是很紧张 美国的利益是怎样啦 就是 为什么他还会去呢 其实我们宏观看 很多理由的 基本上在拜登呢 他那个做法呢 所有这些 要是去的啦 雷蒙都去啦 戴琪又去啦 戴琪好像没有怎么去 可能什么啦 但是这个审去了几次啦 一年去几次啦 两三次 但是最重要呢 通个电话他都会 去就没去过啊 即是拜登恐怕呢 都不会去了 这个任来 已经是似乎都破了 这些 两个最大一个家没有正式面对面见过 但是没有正式进行国事访问 但是又肯派那些副手去啊 去到呢 去到又扎人一轮啊 我又不是准备跟你断勾啊 不过呢 你这些 这些产能过剩呢 就影响到我们的利益啦 那我们要知道 即是呢 上一任特朗普开始的贸易战呢 他其实有几个有个理论 主委皮特拉拉多 很早十年前出了一本书 那他已经预警了 就是中国那个大国崛起之后呢 他用很强的方法啊 用国家的力量 因为他不是民主 就是不需要顾虑不同的马云 那你走开啦 那就要走开的嘛 影响你的你不要紧 但是美国不行的嘛 美国一定要 财团是帮助的嘛 政府是财团捐钱才能你选到的嘛 所以一定要看财团变息 但是不等于他们做事的时候呢 不顾美国利益 他现在简单来说就是顾了美国利益 那是合不合不合理的 他根本就不去考虑 那这些反过来你欣赏别人 欣赏别人 在别人问外国 但是他做那么多事情是为什么呢 其实他在做什么呢 我就认为他其实只是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就是在现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他贸易战照打 但是表面他就扮得很友善啊 很有对话意图啊 不过他来多十次都是讲一些无谓的东西 然后就吃点东西啊 是不是呢 搞一下亲民show啊 那这个美国人真是厉害的 你都别误了 你习近平去到外国一尾威 整个大皇帝这样来到 排场大架子大这样 封了条路这样 他们不会的 拿着个袋进来的 但是呢 没有任何东西让给你 是不是呢 没有任何东西 而且呢 照样 要封就要封 既然你这么封 第一 你就不应该再招待他了 别来了 哎呀 你就搞减关上 没有减过啊 一个巴仙都没有减过啊 拜登任来 而禁止那些反品去美国呢 那些时间是有长无短啊 比起特朗普时候 而且还是到处去 刚刚才派了代表戴琪和雷蒙多去欧洲游说 他不要帮你做生意啊 不要这样 那这些当然不是对老共友善啊 是封杀他 那为什么这个时候还做这些事情呢 其实越是做这些 表面是要管好分歧的事情呢 其实他都说到我们现在最紧要保持沟通对话 就不要引起冲突这样 如果你看看国际形势呢 近来是很敏感的 美台固自然啦 茹叶糾纷那里有事啦 台湾从来都是一个大问题 是吧 那里可能引起冲突啦 南海其实都有冲突的啦 菲律宾的预算 一方面他很强硬啊 支持的 那菲律宾和美国是有防卫协定的嘛 那所以呢 如果真的打仗上来 美国就要帮他 没照着打仗 但是现在呢 非常之接近打仗的边缘的 就是武创冲突啦 未必是打仗的 就是不是正式大开片啦 但是没有的 你越搞越多事啦 是吧 比如现在用水炮吹你 跟着你开一根枪 那他就开炮啦 那么美国就要派河武艦进来 护着他那个黄岩岛那样 那他就想说这些事不要啊 这些事不要啊 那切法之后想着老共不要升级这些事 那你大家一看整个国际局势就明白了 那他故知人耳朵那里也是 那个内泰尼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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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 在戰略上暫時沒有什麼為止 其次還有就是 河豪戰國內都很煩惱 他自己又給不了武器 軍援制住 但是他又要遊說歐洲 事實上都看到很成功 其他歐洲國家 你撥款慢了他們先給了一千 這些都要很好的外交 很複雜的問題 就是周圍去稅 突然間台灣 荷蘭又要賣光刻機 你知道一賣光刻機 電子產品那些電晶就可能突飛猛進 技術人進了中國 他又要去勸荷蘭不要賣那些東西 那都挺辛苦的 拜登但是他是喜歡這樣做 所以在這麼複雜的環境下 他派一個來到 來到他都反而老實 叫你不要生產不了東西 那轉來很過癮的 如果你現在老共失業就高了 其實你都不是賣很多去美國 但是還是很順差的 那你可以不買的 你直接禁他入口他就不行了 所以美國人都是很煩的 但是對著那個這麼煩的老婆 和一個這麼煩的老伯 那老共為什麼還要接待他呢 又要我們不去脫勾 我們什麼東西 說了一些這麼悶的事情 有時候看到這些都很煩的 你們要不打過 要不斷絕外交關係 要不斷絕外交關係 直接開片 打完場仗什麼都定了 現在不是兩個大陸 兩個都說是 但是作為中華的成員就好像很糟糕了 那我又不覺得 因為我們香港人是普通西方多 但是又看到拜登就煩了 那要不跟他談就不談就打一個了 那又不敢 那拜登就煩了這樣了 但是他其實那些行為就很挑釁的 依然是 那麼五十幾年的外交經驗 原來就是做長期 就是做到這樣 因為很煩 一方面其實他是 那些招數都很辣的 就是卡老共的經濟那些招數很辣的 但是一方面他又扮小 表面沒事的嘛 那利用這件事拖著老共不要搞其他事情了 老共有很多事情可以搞的 他撐 他不是他做生意的 他撐蘇聯那樣就大劑了 那你又跟老共打一貿易戰去制裁了 又不想了 好了 跟著他在台灣搞事 在台海搞事又行 南海搞事你又怕了 跟著他背後撐哈馬斯 哈馬斯你又怕了 很多事情要合作就是這樣了 其實還有一些環保的事情要合作 那又要你生產這些環保的東西 又要你不要生產太多影響它 那你說是多煩 真的好煩的 那我看不下去 看不下去不是有時候都想怎樣 不知道怎樣 那好吧 現在就在一個這麼複雜危險的平衡之下 奇怪的是老共 我說到的老共也認識的 對不對 為什麼又要陪他瘋呢 應該一腳掃他走 你老婆你回家吧 臭孫不要來 不要來 說完這些無謂的事情 我們畫下條線 我們520如果賴政家不說這幾句話 不承認一個中國我們就開火了 或者南海那裡 你叫菲律賓拖走兩人船 那個黃岩島 諸如此類 我們一定要的 這樣 那無需要這樣 反過來我們就知道 為什麼老共又這麼煩呢 是吧 但是我們習大這麼強勢 又不用看民意 喜歡怎樣就行了 是不是 由上下一條心 人民有支持 可以用強硬的態度 趁這個機會 東升西過 就將美國按下去 如果夠膽的話 這陣子是一個好機會 歐洲搞到他兩頭不倒落 中東又搞搞他 台海搞他 全世界三個地方 背後搞他 落牆自己玩 選一個牆落 最好就是南海打菲律賓 或者台海 台海是麻煩的 因為台灣軍力都强大的 但是菲律賓軍力很弱 一搞美國不賣身都不行 那就煩了 美國都很辛苦的 為什麼不搞他呢 我始終就說 你真的大國就要夠強悍 真的強悍就像普京那樣 習大大沒有普京那種強悍的戰鬥格 打就開火了 真的打 那你不知道的 當然了 俄羅斯打了兩年 原來還可以打的 打的意思是他不怕打 他不會因此亡了國 更強大了 一人一票選他連任 你這樣才會激死 老共害怕 一有事呢 就是 因為自然 不用選 但是不知道怎樣就倒了 可能 裏面造反又不像 所以老共害怕 一方面又要牙策 又要做大佬 又要威 又要做世界第一 一方面 目標又宏大 要崛起了 但一方面 明明一個大佬崛起的機會 這家是不是要斷言行動是最好的呢 打台灣這家其實是最好的時機 但是遲了幾年 台灣自己有潛艇 裝了一些新的飛彈 美國給技術 裝好了 又買多了很多武器 越來越難攻他的 那些還做了六代機 就是隱形機 台灣給技術他開始在做 那你那些簽20那些全部給他吃著 現在 現在打還有些機率 越後越難打的 他做了潛艇 那你就更加 那為什麼不打呢 也是 就是畏首畏尾 我們習大大 表面對著我們這些香港 這樣做 我強 我怎樣 講了講了 是這樣就這樣 什麼都不要 對著我們這些 香港的小市民 他就兇獄 對著老美 明知人家在那裡玩你 也都看得到 也都不是不知道 很多人都知道 我都看得到 就是人家在玩你 到時候 就不抬你了 是不是 但是你又 那句不好 明明是 越後越難搞了 但是現在 近期呢 就是給你一些少少經濟 的衰退 拖著你不敢做這個大事 所以 如果你說 我們老閘真的這麼宏觀 泰國崛起哪一戰 持右戰 組合戰 現在 如果你在歷史的角度看 現在反而是最重要的 因為你不打 遲些 就可能被美國人玩死了 你經濟玩死了 你國力下降 沒得打了 現在可能更加不團結了 以後不知道的 現在還是 統一團結的環境裡面 你要開戰 打一場仗 是不是 未必需要 這樣很難說的 一開戰 之後的事情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他始終不敢 你明白嗎 一個英雄呢 你比起歷史裡面的那些英雄呢 拿破崙啊 希特拉亞 史太林啊 這些老毛啊 這些固自然不如啊 老毛說打打打 韓戰又打 越戰 他一喝 老共就不敢 老美不敢來 因為他真是打 那這些就是僑雄的個性 你再比較一下 少少一個普京 說拼拼拼 老爪不敢啊 始終 那當然啦 我不是勸他打 就是好戰 就是 幸好他 為首為美 否則我們現在呢 就連這個小國行 現在那個 這樣的經濟環境呢 都不知道變了什麼樣子了 一開戰的時候 全世界都不知道變了什麼樣子了 那一方面我們希望有些改變啦 可能打人長槍就盡香港回復一個兩制啦 對不對呢 現在這樣慢慢拖 就不知道拖到什麼時候呢 在這段時間裡面呢 他應付到各國呢 沒有顯示的強勢 他對著香港人就 又立這些法 又立那些法 哇很威風啦 很強勢啦 就是打兒子就很厲害 出來打架就不敢 我們在這個時候呢 真是眼冤了 好 唱起了一點啊 不好意思 講開就講這樣而已 下條片再會啦